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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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繁忙的公立医院 病人也希望尽快见到医生 得到诊治 这些病人也希望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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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个准确诊断背后 往往是靠整个团队的努力 尤其是面对复杂的病情 其中很重要的一份子就是病理部 这里就是我们病理部的召集 现在你看到的是 例如我们放玻璃片的一个 我们叫Slide Bank 其实组织病是做什么呢 就是在临床里面 就会拿很多不同的组织 例如活组织 又或者微浸穿尺 但做完程序之后 其实我们就要拿一些组织出来 去做切片 然后就掩饰 然后把它放在玻璃片上 透过这个过程 我们才可以通过显微镜 把里面细胞的一些非常细节的形状 不同的资讯 可以看到 艺术家的眼睛或者脑袋 其实是打开一些想像 去问一些我们平时很少问的问题 医生和艺术家之间 其实对于我来说 最关切都是一个人的本质是如何 形象 我相信一定不是香港常见的医生的形象 所以我们很喜欢的 陈碧云、Amy 除了是病理科专科医生 也都是一位灯光艺术家 和剧场工作者 医学和艺术 对于Amy来说 是彼此扣连 互相启发 我自己很享受 就是摆片上去 就是那个细胞在显微镜下 移动来移动去的感觉 其实这件事 我都放在我自己的作品上 就是那个细胞 是不停去转换 放大缩小的 然后是不停在那个镜子下面 去游走 我觉得忽然之间 好像好有一种生命 或者有它自己的美感在那裡 每次我来医院采访或拍摄 都是白天的时候 我没有记错 这次应该是我第一次晚上过来 因为医学人的团队说 今晚有一个特别的体验给我 究竟是什么呢 一起看看 去吧 在你眼前 是一个光影装置艺术 希望你用缓慢的脚步 慢慢去感受 这个空间 光影 以至所有事物的变化 现在在你眼前的第一组 你会看到灯泡和镜子 你可以停一停 去感受一下 去仔细去检视一下 究竟这些镜子 灯泡和光影 有什么变化 会否有些 意料之外的异象 你能发现到 然后在你眼前 你会看到一个白色的头像 对我 请你用时间 慢慢去观察一下 这个头像 在这个光影里面的变化 又或者你在裡面 發現到你自己的倒影 好, 現在你的光影裝置體驗 已經完成了 首先來到這裡 我的感覺有點疑惑 因為我好像不太能分辨哪一塊鏡 哪一塊是透明 因為透明那一塊 原來也是反映到我自己 然後鏡那一塊又好像… 究竟在射到哪裡 所以有點疑惑的感覺, 是嗎 這絕對是本身設計的一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希望引起好奇 因為其實這個環境 為甚麼我選取它 就是這個玻璃晚上也變成一個鏡 其實它又看到外面 但又看到自己的時候 其實那種穿越 跟前面的半透明鏡 其實也有一個膚型 我看前面的時候 又很巧合地有一輛救護車經過 然後我就想 這個是不是就是那個關係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特別的 令我挺深印象的一個畫面 本身這個作品 其實它源自介面 這個裝置表演的作品 其實裡面都是探討一些 跟科學和醫學有關 所以將這些元素介入了 如果再細緻拆解 其實你看到這些顏色 全部都是我的基因 我將我的基因排序 放在這個管裡 是故意將我的面容的基因 拆解了排序 然後列出來 我想那個好奇 已經足以令大家 去思考或聯想 Amy,其實我自問 我對威爾斯親王醫院都挺熟 因為以前做醫療記者 都已經經常過來 對我來說 就是第一次在醫院 感受一個光影裝置 亦都是第一次透過一個藝術 去認識一位醫生 就是你 我想如果比起我 估一百次 我都沒想到你是一位醫生 因為從你的造型 以至跟你聊天一段時間 都會覺得 你真是一個藝術家 小時候真的有想過做藝術家 覺得要做畫家 其實一直整個大學 中學以至大學的過程 其實都有參與劇場 有讀一些課程 做戲劇研究 所以那時候已經開始覺得 我是否要想想 我的人生的路向是怎樣 我當時就在學戲劇研究 讀一些課程 就跟盧偉力博士 然後就知道盧偉力博士 跟一個病理科醫生 做一個演出叫愛知騷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醫生很帥 原來就是中文大學的教授 當時中文大學的教授 周希盛教授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人很帥 我要跟他 一起做一個演出 我就要跟他學習 其實就沒想到其實是甚麼病理科 跟了之後就喜歡病理科 同時也在他身上發覺 他也是對文學、音樂、對很多藝術 都有很多熱情和興趣 你現在也成為一個像他那麼帥的人 對… 選定了病理科作為醫學生涯的志向 Amy的藝術路都沒有停步 2011年,她開始用公餘時間 修讀演藝學院的碩士 主修燈光設計 病理誌就是她的畢業作品 病理誌其實是一個燈光裝置表演的作品 透過反思醫學不同的部分、不同的制度 醫學知識的生產 人進入醫學體制裏面的一個不同的部分 究竟人和醫學的關係是怎樣 透過人和光影之間的關係 亦都反照人和醫學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是醫學的議題 和藝術上希望找回 屬於光影獨特的美學的時候 其實是兩者互相互為影響、互為補足 病理課都是一些不同的角度去看病人的 其實病理部會否有分別的專業 當然普遍我們會要做一些 我們叫做普遍的療程 每一種都要適合 但每個同事的興趣都會向… 剛才你說的一些不同的專科 再專科一點的部分去發展 我自己就對頭頸病理有興趣 為甚麼 因為我們做很多腫瘤的診斷 你知道腫瘤一定牽涉可能要切除 但我們的診斷會影響頭頸外科醫生的切除 但其實那件事你可以理解 一切除一些跟頭頸組織有關的東西 其實必然影響它的功能 以至外觀面是一個人很重要的一個… 好像一個很小的部分 但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所以很有趣 做頭頸病理的人 即是無論我們病理科也好 外科醫也好 其實對人的關注也很大 因為你碰到一個非常敏感 包含著很多文化心理狀況的 一個很小的部分的時候 其實你要對人有一個很大的… 很細微的觀察、很大的關注 你才可以做得好這個頭頸病理 這個就是一個 複製培的頭頸組織 其實每個星期 逢星期二的早上 我們都會聚在一起開會 有些甚麼特別的 關於頭頸病理的一些個案 就會拿出來談 會牽涉的醫生 就會包括有耳鼻喉科 有化妝療科 有化妝科 有腫瘤科 有我們病理科 病理科的角色就是 因為始終大家不同自身專科 譬如我們在病理科報告 我們用一些我們習慣用語 去說那件事的時候 其實他們未必真的會理解 我們想表達的東西 所以这个机会就是一就是厘清 二第二方面我们收标本的时候 它只有空间可以写一些很简单的病例 其实你听完之后原来它们背后在想什么 其实我们知道了也都我们可以帮助到 在那个报告里面去讲一些重要的重点 去令到那件事可以被清楚被详细 之余临床的医生可以更快地去做出一些更准确的决定 Amy一直定期参与这个头颈会议 其中一位合作无间的同事 就是头颈外科的陈英权医生Jason 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都要找他 尤其是那些无灵两可的诊断 有时真的要决定是一个恶性的 还是一个良性的众偶的话 都要找他去给个意见 都可以直接敲他门口找他就可以 他都帮我拿很多不同的资料 或者研究方面都有帮我们做一些 比较生命一点 或者比如现在鱼头状病毒那些研究 都要找Amy帮忙的 尤其是病理那方面 因为对头颈病理的兴趣和关注 Amy在2021年创作了灯光装置剧场戒面 也都举办了艺术和医学的跨界别广座 还找到Jason一起参与 我会看到这个大动物和这个众狼的部位 这也是其实一个需要人手做的 完全不是自动化的一个步骤 其实也浪费了很多时间 一开始不知道Amy会做这些艺术的展览 尤其是灯光装置剧场 Amy是很专业的 她的生命是团队的 我觉得 因为科学很多都是的 其实都是数据技术的 所以我觉得她做的事和她的爱情 是很合适的 因为作品本身真的跟面有关 即是由人的面出发 我记得你说要怎样遣咬 其实是很细致的 这个是我自己也 就算我身在其中参与头颈会 其实也未必知道这些细节 对于我去做 去思考艺术作品 其实也对于人的面的想像 丰富了 我小时候也有看过显微镜 然后我会觉得 看得这么小的时候 但是你如果把它的想像 还是放大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宇宙 明白… 因为有时候突然之间的美观 但是是充斥着我们的视网幕 整个视网幕 一直看下去 你会觉得有些细胞 你看到它的细胞核 即它的细胞核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眼睛 它真的好像两只眼睛看着你 有时是很有趣 你会发觉在一个微观的世界里面 但是你好似看到 这个其他的事物 宇宙万物 其实在作品里面 我也有试过将这些呈现 但其实同时是深化说 究竟这个细胞 是不是代表着一个人 这个细胞的永恒 或者它永恒存在 究竟人的生命是如何呢 这个细胞 我就很喜欢由这些美丽 去到变成一个艺术创作 或者以知一个问题的出发点 去创作 然后同时问问题 再去继续创作 Amy除了有创作 个人光影艺术作品之外 亦曾经为超过80个舞台作品 和装置做灯光创作 这天Amy去了一个画廊 为朋友的新展览 设计灯光装置 有创作的 有创作 是去年的一个作品 因为那时Queen是監製 所以跟他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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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这就是一见如故 对,沒錯 接下来是一个VR经济的展览 就想起我们需要亮相配合 所以就想起Amy 就邀请她一起来玩 因为那个VR中的主题是Heritage Amy的主打就是护士登打 那件事其实配合得天无缝 她是一个非常不像艺术的艺术 是 为何这么说 不知为何坊间或这个世界 很多人都觉得艺术很有脾气 但Amy没有脾气 如何用我的假期 基本上都是计算我 有多少个演出 假期都是和做艺术有关的活动 明天几点半个,明天九点 因为现在已经低了 你会不会的 昨晚最终是点半 在西環走 回到家应该两点左右 今早就基本上是八点半 已经回到医院了 可能这个都会是那段日常 当然就不会令自己日日都是这样 但我自己其实是很享受这些这样的时间 我们看第一个 她有2013年 然后有2022年 我们每个星期开会之前 我都会找到要谈的案件 然后我会综合她的临床资料 在开会之前 就会找Amy去看完这些案件 因为通常人放上开会的案件 都是有些复杂的 可能是病理那边有些复杂 Amy就是我的専业或者总统 始终去做头颈病理也久很多 除了一些罕见的中瘤或者病 我可能这么久以来都没有见过 所以她会给很多评论和提供 这些复杂的案件 究竟应该要做什么额外的测试 还有有什么特别方面要留意 教识了很多头颈病 我自己都真的对头颈很有兴趣 跟Angela聊天 甚至是跟其他科学的医生聊天 其实那件事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乐趣 有很多进行的过程 无论是你的医学 是 在你的装置里面 或者你的人生 跟你聊天的过程中 我都觉得好像很难去拆开 一些东西来说 我完全同意 我不容易拆解 你看不到我是一个医生 但我又是一个医生 我觉得拆不开是好的 其实人以至于这些学科 或者这些框架 其实有超过这些定义以上的可能性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探索一下 这些中间的空间 说不定他可以有一个新的空间 新的想像 的确是 你这样说令我也很有感受 因为我想社会上 无论任何东西 就算是一张桌子一张椅 我和你 其实有很多人 有很多不同的眼光 一个既定的眼光去标签 其实大家未必可能 例如我今天来到这个装置 我突然跳出了这个医院的空间 有些想像 大家都需要有这些冲击 对吗 我完全同意 就是冲击 或者有一个空间 去说一说 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当我们用职业 或者我们用一个全时间 赚钱的工作身份 去定义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忘记了这个人 可以有很多同时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能力 所以正如就是 我一开始就跟你说 你比我猜一百次 我都猜不到你是一个医生 挺有趣的 我觉得这样去打开话题 因为有一次我穿着医生袍 要去开会 去门诊 接着有个婆婆很忍不住 医生, 你的头很爆 很有趣 以前你被人说飞仔 不停忍不住说 说到他出电梯 我觉得挺好 突然之间 我一个这样的造型 好像身份上的矛盾 令到一个医生 和一个病人之间的关系 或者医院的情境 突然之间不同了 改变了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很有趣 我觉得你很喜欢 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带出来给人 很多时候大家看的目光 都是最表面看到的 去看医生 这个医生好 这个医生不好 或者这个医生 如何细心 但未必会知道 背后有很多人 支持这个诊断 或者治疗方法 在你身上 你好像很喜欢 在背后默默地发工 默默地发工得来 但是我又会 有时候有些空间 会让你看到 这个是 好像 你以为 看显微镜 就像我们在文章 那样 就拍张照片 就会找到 其实不是 整个过程是需要 一个很多的尋找去找 在显微镜下面 去找回 究竟你想看些什么 其实 你找到的 是否你想看到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找 去如何 去找去如何观看 其实甚至是 比起看到那一刻的过程 是更加重要 和更加丰富 更加打开了我们的 一些不同的想像 还有很多的惊喜 我认为 绝对是 是 绝对 是 是 自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